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Trapis 今天跟大家走雞弓嶺 一條傳說中的高級路線 因為我們住在元朗 所以坐的士就直接來到馮吉鄉 如果你要坐小巴 好像坐38號就可以來到這裡 看到這個三軍的姿勢牌 就是電梯下面有一條樓梯 就可以上山的了 其實也看過不少片 主要難載就很多很斜的落斜的位置 所以就來挑戰一下 這條路線就全程都幾曬下 本身說今天天氣不好 就好像現在出太陽了 開始藍天了 今天的行程全長6.3公里 大概4-5個小時就能夠完成 我們由元朗的馮吉鄉出發 先登上海拔374米的雞弓山 然後再上海拔572米的雞弓嶺 之後就是583米的羅天頂 然後就開始下降 經過550米的龍潭山 然後就會到橋頭京粉錦公路離開 我們剛剛離開了馮吉鄉村 一開段已經是天梯 不斷地上樓梯 在離開了馮吉鄉村之後 基本上99%的路段都是無樹 要去到朝敬橋頭那邊才有樹 所以今天天氣陰陰地都不錯 不然真的要曬足全程 第一個休息站 雞弓嶺應該是後面那座 雞弓山 雞弓山應該是雞弓山 雞弓山應該是雞弓山 雞弓山應該是在後面 那頭大但沒有山 但因為太大了 看不了 後面看到就是 元朗繼山 阿繼山那座 在後面應該是青山 怎麼這麼搞笑 有一級的 去哪的 這才是原路 上吧 鎖吧 到第一個頂了 頂了什麼啊 後面還有 還有另一座山 看到發射站 那裡好像是雞公山 有時候我們坐車不是經過的 公路呢 看到那些山路很金 公嶺那些山路 超過45度垂直上 後面就是雞公山 很高那座 這裡有個發射站 但不是頂來的 還要再上 看看那裡多車 容易吧 現在呢 周圍都開始生出草 因為這個雞公嶺 其實每年都經常發生生火 所以經常都乾出來 因為春天開始來 所以那些草都生出來 所以就是我們會看到 一片綠油油的雞公嶺 我們這邊就來到發射站 前面開始應該是沒有樓梯的了 變回泥路 在2020年的10月 雞公嶺曾經發生了一場 燒了兩天兩夜才夠式的山火 這些山火除了凌予整座山 趕脫脫之外 還會令到很多動物 失去這個砌色之地 而這些貨種 很多時候都是素母人士 留下貨種而形成 或者一些遠山人士 在山上吸煙 暖淹煙口 哇 這裡很多蝴蝶 我們現在來到海拔375米的雞公山 飆高柱 雞公山的飆高柱 剛剛還有少許下雨 現在開始出太陽 很多蝴蝶 好漂亮 因為有雞公山的飆高柱 我沒有想要去 有小四角色 我沒有想要去 可以做我的小四角色 我沒有想要去 好幾乎 那天 我沒有想要去 我沒有想要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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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雞公嶺很近 後面那邊就是 這裡是巨石鎮 年輕人真的好 他們跑上去 老了 這裡45度上斜 有一點斜 有一點 來到下一個大一圍 巨石鎮 漩漩 有一點 有一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看看选哪一条不太斜的走路吧 我們現在闖這個大斜坡 看上去呢 真是不知怎下 真是不知怎下 滑下去就可以了 雞弓嶺頂 很大門 有點霧 看到标高柱 雞弓嶺 海拔572米 土名貴國山 亦有另一個稱號 叫做大羅天 但大羅天不是這裡最高的山 旁邊還有做羅天頂 高出20米 海拔585米 但标高柱 只在大羅天上有 羅天頂上就沒有标高柱 直闖雞弓嶺 直闖雞弓嶺 標高柱 上山上山上山 看到另一邊了 Hello 我是 Travis 今天和大家走仙境雞弓嶺 前面就是標高柱 這個不是最高點 我們之後還有一個羅天頂 羅天頂要走 那個再高20米 因為這裡實在太大霧和太大風 所以我都不敢飛航拍上去 因為之前在貴國石嶺放航拍 已經出現強風警告 離開羅天頂之後 我們就開始下山了 其實我們的行程走了一半 之後原來還有更多更漂亮的風景 因為這裡可以看到古洞和粉嶺附近的大平原 嘩 真是好像瑞士GREEN 我去瑞士時也是這麼大霧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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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雞弓岭被评为高级路线 除了上山辛苦之外 下山亦是一大挑战 因为这里的路都滑滑 而且有很多浮沙碎石 但听网上的人说 如果你由桥头出发 去冯家乡就更难走 所以走鸡弓岭的时候 建议大家准备一对 找利力比较强的行山鞋 到分叉口了 我们来到这个分叉口 左边就是去焦径 有人说焦径那边 路比较长 而且不太容易 所以就由焦径下来 来到这段路 我们就告别干吞吞吞的山井 我们来到芒床草田 尾段的路 我们要穿过一堆叢林 小心刮手刮脚 好像有路 不是有石屎路 这个就是反过走鸡弓岭的 入口位 有很多丝带 我们左转 继续可以落到桥头那边 完了完了 看到这些石屎 穿过大水管 就来到粉甘公路 可以坐巴士77K 回去粉岭上水 或者回元朗 我们用了五个小时 终于回到粉甘公路 完成了 鸡弓岭 我们很幸运 一落到粉甘公路 就开始下雨了 上到小巴 越落越大 回到元朗 还傾盘大雨 所以也是一个幸运之旅 见到我这么狼狈 你们懂得做 记得给个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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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